原警在分割岛进行追捕 民众也在一旁指认 但仔细看警察要抓的嫌犯竟然是 排排翅膀落跑机直接起飞 原警往前一扑 党场扑空 大马路上展开追逐 指示着急飞也四地狂奔跑得又够快 原警拿着垃圾带紧追 在后跑得气喘吁吁 原警当街抓机上演急飞警察跳 塑膠带又不忘彤彤派送用场 搞笑画面发生在台北和平西路一段 原来这只机在附近 爬爬造好几个礼拜 民众发现他不时跑到路上 吓坏驾驶和骑士 赶紧通报警方微博 就是一下走出来 一下又走进去分隔岛 一下又会跑出来 车子就会临时这样刹车 是蛮危险的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抓 他也是一直跑一直跑 会飞 好 赶过去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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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警察不只要抓犯人 还要抓机 影片一处网友扫翻 直呼缺带时机 这机有够珍贵 赶快抓起来 最后警民合作 花了一个半小时 才成功带到暴走机 马上上网查功夫 抓机的诀窍是什么 马上查 马上查 先学现办 马路上出现火机乱窜 事后动宝处调查 这只公鸡应该是肉鸡 但为何会流浪街头 仍有待厘清 还好最后成功捕获 没发生机车意外 记者杨中盛张妹子采访董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 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